也许很多乘客并不知道自己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 其中是包含了一项叫做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 那么直到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 这个已经实施了61年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才进入到了公众的视线当中 因为被质疑对乘客不公平 侵犯了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以及与现行的多部法律相冲突 中国政府网于今年的11月份 公布了国务院第628号令 要求明年元旦开始废除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这也就意味着从1月1号开始 乘坐火车的乘客可以不再被强制购买这票价2%的保险费了 记者了解到强制保险费占票价的2% 取消以后火车票价也将同步下调 但是铁路方面表示 并非简单以票面价乘以2% 因此票价计算较为复杂 那么按照提到部的规定 目前分三种方式进行调价 普通旅客列车和部分空调旅客列车票价调整工作 由客票系统自动完成 动车组列车票价由各铁路局 按照新规则计算后 陆入客票系统 对于高级软卧及实行特殊票价浮动政策的旅客列车 全票价由客票系统自动计算 据了解 取消强制保险后 旅客票价尾数从现行以原为单位调整为以缴为单位 这就意味着以后火车票可能会出现很多以0.5元结尾的领头 与此同时 以往的退票费收费标准为5% 采取四舍五入到原的办法 而今后标准依旧为5% 但是是以五角为单位 2.5角以下舍去 2.5角及以上尽为五角 铁路部门人士表示 今后除了铁路部门承担旅客安全责任 旅客还可以通过保险公司 自愿购买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